早安 早安 各位小弟阿通 你們好 沒錯 開始星期三的節目 正如剛才所說 今天天氣顯著良過昨天 現在星期晚17度 相對濕度64% 當然要保重身體 阿通哥 你的身體從你的眼睛看到好像有點虧 其實已經幾天了 因為上星期左右 眼痕癢 怎麼會突然爆眉絲血管 是呀 拖牙佛仔有沒有看到 我看到 有一隻眼睛充滿血絲 昨天也有看醫生 是不是看太厲害 可能最近少看了AV 變了眼睛 不舒服 醫生怎麼說 醫生說應該是爆眉絲血管 隨便而已 其實眼睛真的要小心一點 我很久以前試過有一次 真的很久以前 我想問你有沒有試過吹沙入眼睛 有 你會怎樣處理 如果旁邊有個伴侶叫他幫我吹 叫你幫他吹 吹 吹隻眼睛 我當然知道你吹隻眼睛 不過不是 吹是未必可以的 因為他進去了 你再吹 他不會吹出來 你的方向明不明 你要吹出來 其實我自己試過有一次 因為搞了很久 我不知道大家怎樣處理吹沙入眼睛 很少的問題 但日常生活你總會遇到 你會有一點睜開眼睛 跳一下椅子 希望會會吹出來 不知道是否正確 最討伐的了 是不是 不行 那次我就很不舒服 於是我就走進一個公司的洗手間 即是走廊的洗手間 即不是自己家的洗手間 然後開了水喉 放了眼睛 當時我覺得找水沖一下 他就沖走一些沙 但不知道是否因為水比較骯髒 是因為那些 因為那些大廈的水箱 其實有沒有清洗 沒錯 越洗越洗就好像通過這樣 開始眼睛越來越不消 後來發炎 所以大家盡量不要找這些 叫水喉水去洗眼睛 如果可以的話 有些叫做代儀 名字我忘了 好像眼淚水那樣的成分 但是一支支買回來 用來洗眼用 開眼門口 你的眼睛不舒服 我還有一次更嚴重 我帶了一條 像法仔這樣的大頸巾 大頸巾 再大一點 而且這些水很長 即是最後的水水很長 進了一條頸巾的毛 進了眼睛 哇 更嚴重 很嚴重 它一直在裡面刺著 你想試一下 刺著你的眼睛 而且你不知道怎樣刺出來 除非你很微細 很微細 我去看醫生 你覺得要不要這麼誇張 沒有辦法 它不斷刺了我整天 刺到黃昏夜晚 我受不了 我下班之後 終於去看眼科醫生 那它真的兩秒鐘 一刺 但真的很像發絲 這麼小 刺了之後便舒服 但你不找醫生 那你自己怎麼搞呢 又弄不到 你手指根根本黏不到 只藏在眼鏈裡面 是的 如果可以標示 用一張紙巾 濕一些蒸餾水 也有機會 印出來 我上次很久以前 幫師傅這樣做 幫我做年輕人 女師傅 男師傅 做那些氣體喉管的時候 攪牙 因為那些有點碎 是的 鐵水一彈彈下去 它直接藏在裡面 很難搞 其實看到的 抹開眼套 看到的 沒有辦法 沒有工具 手很髒 於是買了蒸餾水 倒在紙巾上 濕地印一印 貼一貼出來 你也很厲害 因為真的很難搞 因為即使合起來 刀痛 一定一分鐘 再遲些 就會割損那個 對 因為是鐵絲 帕仔你沒試過 即是這些 入眼 這些我沒試過 手指 我看過人試過 什麼意思呢 就像我們 以前年輕時 流行健身 雖然現在都流行 但我沒有做很久 有個同學 他很大隻 放了很多鐵 不知幾公斤 然後不斷舉 舉舉一下 他沒有力氣 有線手 剛好 有另一個同學 的手指 放在鐵的旁邊 你知道做健身 一拉 鐵就會升起 你線手 就脫光 對 整隻中指 當然會流血 內出血 指甲內出血 我試過 對 慢慢康復的時候 會變紫色 或者啡啡 沒錯 整塊脫落 我們都很糟糕 我們笑他 誰誰 叫你大解的時候 敏乾淨一點 看看手 有那些直 其實是瘀了 但通哥說過 後果就是我上次 我被通門夾到 內出血 裡面一邊紫紫紫紫 都黑了 整塊指甲脫落 一變成沒有了指甲 然後慢慢會生 所以這些 就是日常少少意外 但會令你很不舒服 而且你是不知怎樣 看醫生又覺得 要不要這樣嚴重 但你不看醫生 又不知道怎麼辦 解決不了 解決不了 也是多這些 不要說日常 日前也流傳了一段影片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小朋友餵著羊妹妹 看到了 天水圍 天水圍那裡 那隻羊妹妹突然撞到小朋友 其實就是她的家長 在親戚區分享 大家去那裡玩 小心點 其實說到餵羊妹妹 我女兒小時候 我經常帶她餵羊妹妹 餵的地方叫做大埔 那個叫做… 加到你牢 又不記得 那個叫做小白路 小白路餐廳 以前的火車橋旁 對 現在好像沒有 但小白路餐廳 之前有一個草地 還會賣一些草 你買一塊草 不知道十元 你就可以餵羊 但他們那邊做得好少少 它會隔著一個欄 明白嗎 隔著一個欄 羊歸羊 人歸人 你不可以跟它太近距離 接觸 就算它突然間 有少少失控 它都撞不到你 因為隔著一個欄 你只可以這樣伸進去 但據聞那邊 剛才你說的地方 就是自由奔放的 藥和人是聚集在一起的 它好像平時也有刪住還是怎樣 可能人多或各樣 就放了出來還是怎樣 引致就是這樣 其實撞過去也挺甘的 甘的 因為那種無情力 幸好小孩就好像沒有什麼平衡 也看過他舉手 或各樣說話都沒有氣喘 就是臘骨就沒事 不過這次沒事 不等於第二次也沒事 我想他們應該做一些安全措施 沒錯 特別是動物 吃東西人家說千萬不要走過去 他以為你搶走那些食物 不用動物 狗仔也是 有時候狗仔在吃東西 有些狗仔你放在一起 你拿走它 就是動物 他以為你是拿走那些食物 還有小孩是拿一條草 他以為他會攻擊牠 那些人不分析 你們有沒有那時候 餵過日本內糧的神鹿 沒有 那些鹿也會出膠袋 一來還會出膠袋 二來有時候你不讓牠 牠會把頭頂你 頂你嗎 所以這些可愛就可愛 不過還是要小心一點 沒錯 因為牠始終都是動物 潰狐獸性 平時怎樣表現是順良也好 因為牠可能會有些刺激到牠 大家要小心 是的 所以阿發仔你更要小心 為什麼 因為牠平時很善良 牠會有很多兇猛的女性動物 打算來撕咬你 這麼棒 然後我就好像羊一樣 拿著頭頂回頭 這麼好玩 對 我今天看男女女的關係 真的很有趣 有時候就像一個球賽一樣 你又跑來我這邊 我又跑來你那邊 沒有輸還是贏 但今天看到國內 有些人 其實我們很久以前都說過 其實這個有沒有商機呢 他就不是叫dating 不是說有些介紹所 不是介紹所 不是說陳先生你要哪方面的移性 我明白 給你一些檔案 不是 他是介紹你追女 就是逐點這樣說 不是 就是教你追女 不是介紹 教你追女 是的 其實我們以前 三好直播的心 有時候都是拿來玩 講一下什麼 追女仔術 追不追女 都是說而已 但牠真的收錢 還有牠有幾個package 什麼教你怎樣 首先教你怎樣 我覺得沒所謂 就是一些創作性的東西 但我覺得牠的賣點 最後有些不太好的 例如舉例 有些叫做人就也好 或者做一些推銷的 就說你看法仔 牠已經做了50宗生意 你看法仔 今年度已經營業額 去到200萬 那牠的成功指標是什麼 不成功不收費 不是 即是牠怎樣叫成功呢 牠會介紹 你看這個學院 學了半年之後 牠現在已經 每個月都換女 這麼棒 有高矮肥瘦一起 成功的例子 我覺得如果你教一些 可能牠的溝通技巧不好 沒有信心 不知道怎樣跟別人聊天 不知道帶女朋友去哪裡玩 沒有問題 但牠的成功指標就是 你看法仔 牠過去已經跟我50個女生上床 這些是太簡單 用這個做一個目標 好像將這件事當作一種 很遺欺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沒有誠意 其實不是教別人追女生 你其實是有一點玩弄愛情 老套一點這樣說 教別人如何一夜情去爭取 你沒理由用這件事做一個目標 反正來說 不是 法仔半年之後 牠已經未得過愛人 牠即將結婚 我覺得整件事好像 感覺上就好一點 但很難怪 因為我不知道你們那一代 我們這一代 是比較所謂的獨L 有個名字 我不知道你們以前的人 你繼續說 所以不知道你們以前的人 獨L是不結婚的 只是玩玩的 獨L是性格比較 獨L也有很多種解釋 其中幾種就是 非常獨L 沒有自信 不敢看女生 沉迷自己的動漫世界 又或者社交沒有信心 回家對著電視 對著牆場 但你剛才明白我的項目 你可以增進他們的技巧 讓他們真的認識到女朋友 發展感情 但如果你的成功指標 第一個現在已經上了十幾個女生 在床上邊 如果你用這個成功指標 我又覺得你不是針對愛情 或者是為他找一對美滿的婚姻 你其實是在教他 怎樣用這件事當作遊戲 沒錯 你沒有理會 但讀L就是這樣 往往用的報名 我報名啊Michael 我想好像阿發一樣 我只是想上床 我不想結婚 上床玩玩具 那有沒有說他那裡的生意如何 還是怎樣 沒有說 不過我覺得 總之我覺得有些問題 如果你用一個教學 你教他們怎樣去增 都是好的 因為人和人溝通 不是溝女 溝通 都是需要一些技巧 對 聊天怎樣聊天 因為現在像阿發姐 讀L只是寫WhatsApp 只是發訊息 見到人頭痘痘痘 眼濕濕 怕怕有滴汁 這些人就應該要學一下 學了之後 你未必會用來溝女 起碼你去見公 一些應對的禮貌 說話技巧也有增進 對 社交技巧 但不要學著學著 不要說我見公的時候 會這樣 你見什麼公 阿先生 我想了解一下 男技師 男技師 你今天的話題 首先我和你澄清 這麼堅緣 因為風中三指和上肝上腺的內容有些分別 對 因為上肝上腺是照顧 早上比較多的小朋友 未婚 還有太太 女性 這樣可以修煉一點 沒錯 風指可以 豪邁奔放一點 豪邁奔放一點 一點都可以 一點點 他已經過火了 在三級的梦仔 通哥說你過火就很過火 因為通哥平時看不久 他包容性這麼高 或者性包容這麼高 他都覺得你過火就好 包容性和性包容有什麼分別 有一點點分別 就是一般性關係和性一般關係不同 明白明白 另外星期日流傳了一條片 巴士 大嶼山巴士 男人女 特別是女士 都很矚目 說沒有戴口罩 關你X事之類之類 人家說他 或者給他口罩 他都不聽 就算是車長 他好像戴口罩 他戴口罩 他戴口罩 沒有遮鼻 全世界都知道 戴口罩到鼻上 剛剛眼以下 大家都知道 因為法律規定 就算戴口罩 你戴得不合標準 都是違法的 都不是一個正式的 戴口罩的程序 而且根本上如果傳染病菌給人 你的鼻是一個懸空 你一打個黑痴 那個細菌可能六呎以來都有 我上次說過 我在某一間等待 我買了一個炒麵 還是雲吞麵 我不記得 雲吞麵 我站在那裡 好像快餐廳 你站在那裡等 錄完擺出來 你就拿一個托管 我站在那裡 我看到有個傘 她戴口罩 就像那個女生 戴口罩 不戴口罩 然後她煮一煮 嘻嘻嘻 整碗湯全部都是 我幻想 當我看不到細菌 然後我跟那個 另外一個主管 我 阿姐打一次 你看她的口罩這樣 我不要了 我真的不敢吃 我真的不敢吃 最後她退回給我 但是我覺得 如果你作為一個 煮菜的人 更加要緊一點 如果你這樣拉到 你只吸口罩 不要戴了 你自己欺騙自己 明白明白 很恐怖 說回這個 於是 警察昨天拘捕了那位男女 就違反這個 即是口罩令 她不單止 還有這個 五道市民五道警員 因為她報了假地址 是嗎 沒錯 就是這樣 她報了酒店樓層 是沒有那層樓 11樓 她報了16樓 這樣也可以 因為當天其實已經有報警 最初警察 就以什麼糾紛 有人不識 即她說不舒服 那就要登記地址 她說了一個假地址 所以後來 不是的 看完這條片 她不是不識和糾紛 這麼簡單 還有不戴口罩 然後找她找不到 所以再加一條罪感 對 大家公眾地方 麻煩合作少少 還有我覺得 坐車的時候 人們都高談闊論 就算戴了口罩也好 但如果戴口罩 也沒理由不讓她聊天 真的會 但在這樣的疫情之下 大家不如… 小句 小句 對 因為你始終也有放飛劍 但我反而跟你不同 自從疫情 戴口罩 上巴士 整輛巴士都是靜音車 這些便好 上層和下層都是 這些便好 除了一個車長 說其他人 按什麼線 讓她懂得開車 全部都很安靜 這些便好 但有些不是 可能跟朋友聊天 昨天又誰誰 那隻馬又不行 那些就說 戴口罩或穿少許保護 我昨天在餐室 看到有一個人 除了口罩 因為吃東西 一邊吃東西一邊說 我心想吃東西就吃東西 你這麼多東西 真的很煩 你還要脫口罩 很高風險 如果我坐在你旁邊 我真的會害怕 會 現在最害怕的是 因為你確診之前 你有少許病徵 但你還未完全確診 你還未知道結果 前復期 可能有很多人 我看英國新聞 有一個人 在聖誕節辦聖誕老人 那就是前復期 他穿了 那些照片 穿了聖誕老人裝 戴口罩 打算開心心 但他是密切接觸者 小朋友 抱著拍照 今天才知道 原來他真的是情陽性 英國又出事了 英國出事了 很危險 他的確診數字 無論如何 隨著疫情 其實日子也要過 我昨天走了一會 要花墟 突然之間 有時你在市面 你會感受到一些 隨著時日改變的氣氛 例如早前我去到花墟 我看到 在賣聖誕樹 真正的聖誕樹 有千多元 二千元 四尺左右 有很多人出來走 買聖誕樹 點絕一下 讓心情輕鬆一點 昨天看到市面的情況 開始又踏入另一個景況 開始買新年吉 新年吉一盤一盤一盤 過年的東西 過年農曆新年 168元一錄法一盤 另外也買水仙頭 今年他們賣水仙頭 我不知道以前是否怎樣 我以前很少走 原來現在一盒一盒賣水仙頭 一盒六個水仙頭 即是一塊泥 包著一塊東西 完全沒有 好像賣日本水果 吃六個泥 對 一盒六個水仙頭 你自己回去就戒 我不懂戒 戒女兒你懂嗎 戒水仙頭你也懂 戒懶她也懂 然後浸 但我不懂 所以我沒有買 六個好像是68元 算不算貴 即是10元 算划算 68元 但水仙頭 什麼都沒有 慢慢等它發芽 其實是泥 你要戒 戒絲等它飆牙 但很害怕 怕買了回去 或者戒不了失敗 出不了花 對